男性过了70岁以后,若还能保持这四个特征,说明身体比较健康。 老刘今年刚过70岁,就明显感觉身体大不如前了。 以前一口气上六楼还是没问题的,但现在还没上到一半就开始大喘气。 这腿像灌了水泥一样,抬都抬不起来,膝盖还经常隐隐作痛。 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差了很多,还经常容易生气。 平常喜欢的运动,现在做起来也是力不从心。 这些变化让他感觉很陌生,甚至一度认为自己是不是病了。 后来和朋友说起这事,朋友淡然一笑,你这不是病,你是老了,人过70,身体都会大不如前。 确实生活中很多老人过了70岁后都会出现明显的机能衰退,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70岁后会断牙式衰老,做好这些事延缓衰老。 权威期刊自然曾发布过一项衰老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由剑桥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观察从新生儿到81岁不同年龄下人体中的骨髓血细胞变化, 发现了一个衰老规律,研究员猜测人体造血干细胞群体结构及分化模式的巨大突变。 可能是到了70多岁后身体会突然变得衰老虚弱的一大原因。 根据研究数据显示,65岁以下的成年人还有2到20万个干细胞产出血细胞。 但70岁之后,干细胞乘指数型降低,只剩下10到20个干细胞在正常工作。 虽然衰老不可避免,但让衰老来得慢一点还是有方法的。 专家提醒做好这6点是延缓衰老的关键。 1. 多思考,大脑是个用得越多越健全的器官。 多思考多动脑,可以帮助脑血管扩张, 让脑组织可以有更多血液和营养的供给, 也可以有效延缓大脑衰老。 2. 多不钙,人老以后骨量流失会越来越严重, 很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等问题。 所以,预防衰老的关键之一就是多不钙, 让骨量流失少一些,特别是女性在绝经之后。 随着雌激素分泌的减少,骨质疏松风险更大, 可以适当服用维生素D补充钙质。 3. 戒烟,吸烟的危害已经不用多说了。 无论抽多抽少,吸烟对健康的影响都是存在的。 日积月累也会加速人体走向衰老, 所以延缓衰老的重要一步就是戒烟。 4. 减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曾发布过一篇研究, 指出肥胖是导致肝脏加速老化的重要因素, 而体重指数BMI每增加时,肝脏的表观遗传年龄就会老3.3岁。 而且肥胖带来的衰老表现也很明显, 所以改变老态的一大要素就是减肥。 5. 做好防晒,皮肤是最容易出现衰老迹象的部分, 而皮肤老化影响因素中就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阳光直晒。 因此延缓皮肤老化速度的处理方法就是避光防晒。 6. 适量运动经常久坐, 不运动可以说是当代人肌肉流失的一大关键, 而肌肉会因此不断流失,萎缩,退化。 日积月累也会导致老了以后各种力不从心, 所以平常一定要注意运动, 但也要量力而行,避免拉伤。 2. 年过七十,还能保持这四个特征说明身体健康。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曾发布过一项关于我国十个地区, 年龄在56到69岁的中老年人过早死亡原因, 通过十年长期随访,发现这十万人中, 70岁后死因以心血管疾病、 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为主, 发生概率分别是49.7%, 19.5%, 13.7%。 专家发现过了70岁后, 身体还很健康的老人往往具备以下四个标准。 1. 三大指标正常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描述了血压值正常标准, 应小于八十分之一百二十毫米拱柱。 中国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中表示正常血糖7.8毫摩尔每升。 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中指出, 人体低密度脂蛋白正常值应3.4毫摩尔每升。 2. 尿酸不超标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风施免医科主任医师张华东指出, 高尿酸血症是导致老人痛风和关节损害的罪魁祸首, 而且高尿酸还会损伤血管内皮和肾脏, 增加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等多种代谢综合征风险。 根据中国高尿酸血症相关疾病诊疗多学科专家共识表示, 男性正常尿酸应420微摩尔每升, 女性则应360微摩尔每升, 否则就是高尿酸血症。 3. 心率正常稳定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中云指出, 正常人心率应为60到100次每分。 心率经常过快或过慢都会影响心脏健康, 尤其是心跳过快, 还会增加心脏肥厚、心力衰竭等风险。 4. 走路速度快 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研究室主任宋岳涛表示, 走得快也是老人身体健康的一种表现。 正常老人步速应0.8米每秒, 如果发现自己的步速0.6米每秒, 就要注意了。 3. 70岁以后,老人做好这5件事有助健康长寿。 70岁是老年人健康的一道坎, 应该如何预防70岁后出现的断牙式衰老。 1. 戒烟戒酒, 烟酒已经被证实对身体百害无一例, 也是影响长寿的高危风险因素之一。 而且戒得越早,身体获利越多, 所以调整不良习惯第一步就是改掉抽烟喝酒的习惯。 2. 适当运动, 70岁以后适当运动, 例如慢跑, 太极等。 可以帮助老年人增加新陈代谢速率, 还可以调节心情。 提高细胞活性是有益健康长寿的表现。 3. 定期体检, 很多老年人容易晦及记忆, 有什么小毛病总喜欢先忍一忍。 但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才拖出大病, 建议上了年纪后要定期检查身体。 早诊早治, 防患于未然。 4. 膳食均衡, 70岁后吃的方面一定要上心。 因为老年人受机能衰退的影响, 很容易出现营养供应不足问题。 如果饮食上不注意全面补充, 长辞以往也会影响器官和组织的运转, 甚至诱发一些疾病。 5. 心态好, 健康和心理因素也有重要联系。 试想整天情绪不稳定或者焦虑的人, 身体健康肯定也会受影响, 很多百岁老人的共同点都有心态好这个特点。 所以保持积极心态, 乐观看待生活中的琐事, 也未尝不是保持健康的重要表现。 其实老人健不健康, 能不能长寿和很多因素有关, 特别是日常生活习惯, 很容易被忽视, 但又是影响最大的方面。 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寿命也越来越长。 但是, 我们身边还是有很多人因为重病或者意外而夭折, 如何才能让自己更接近长寿呢? 请记住这五点。 一, 健康饮食, 多吃神造的, 少吃人造的。 健康专家曾经说过一句话, 多吃神造的, 少吃人造的。 就是说, 要多吃一些未经过多加工的食物, 比如蔬菜, 水果, 肉类, 豆类等, 少吃一些添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食物, 比如含糖饮料, 面包蛋糕, 薯片, 糖果, 汉堡等, 这些添加了很多糖, 油, 盐等的食物被称为超加工食品, 它们不仅会导致肥胖, 高血压, 高血糖等慢性病, 还会加速细胞衰老, 缩短染色体端力的长度。 端力是细胞分裂和寿命的重要指标, 端力越长, 细胞越年轻。 二, 增加运动, 运动就是最好的长寿药, 运动可以保持身体的活力和灵活性, 增强心肺和血管功能, 预防肌肉和骨量流失, 降低跌倒风险, 维持健康体重, 调节心理状态, 缓解压力和孤独感, 提高生活质量。 运动还可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35%,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老年人应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 比如散步、慢跑、游泳等, 并且坚持每天运动。 三, 作息规律, 年轻时爱熬夜, 老了睡不着, 人的生物中是由光线和温度等外界因素调节的, 如果经常打乱作息时间, 就会影响生物中的正常运转, 生物中紊乱会导致内分泌失调, 免疫力下降, 情绪波动等问题。 而且, 年轻时候习惯了晚睡晚起, 到了老年就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 难以入睡等现象。 所以, 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最好每天在23点前入睡。 四, 良好情绪, 情绪不好, 再多养生都是徒劳, 心态决定一切。 一个人如果心胸开阔, 乐观积极, 不斤斤计较, 就会拥有更多的快乐和幸福感。 相反, 如果一个人总是急躁易怒, 消极悲观, 小心眼儿, 就会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情绪不好会影响身体健康, 增加患心脑血管病, 癌症等疾病的风险。 研究表明, 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寿命更长, 活到85岁以上的几率更大。 五, 定期体检, 很多疾病早发现都能治愈。 定期体检是预防和早期发现疾病的重要手段, 很多疾病在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 只有通过体检才能及时发现和治疗。 如果等到身体出现不适才去就医, 往往已经是疾病发展到中晚期了。 定期体检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定期体检,